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 5月17号8时 天文一号环绕器已实施第四次进火制动 顺利进入周期为8.2小时的中继通信轨道 在这一阶段 环绕器的主要工作是做地球和火星之间的信使 进行地火传输 目前 祝融号火星车正在按计划开展周围环境感知和状态检查 各系统工作正常 5月17号 两汽已建立汽间通信链路 第一次通过环绕器传回火星车摇测数据 那除了祝融号火星车 备受关注的空间站天河核心舱也传来了最新消息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4月29号发射入轨的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近日先后完成交汇对接航天员驻流 机械臂等平台功能测试 以及空间应用项目设备载轨性能检查 经过测试 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各项功能正常 运行状态良好 已进入交汇对接轨道 后续将继续开展与天周二号货运飞船 交汇对接的准备工作 核心舱4月29号发射以后呢 就一直在开展各项载轨测试工作 大概我们要利用16天左右的时间 要对40余项这个测试项目进行测试 主要包括核心舱的平台功能 它的组合体的控制功能 还有呢就是它对人的这种 人在太空的这种船空啊 再生生保知识功能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个测试 也包括了我们也进行了 机械臂的载轨测试工作 结果和数据经过分析之后呢 用来评估核心舱的功能 和它今后支持交汇对接啊 包括支持航天员长期驻流的这些功能